不愿意见到中美贸易大战即将要开打 德国总统施泰英迈尔 他最近特别在访问美国期间 选在了南加州的盖地中心博物馆 以为民主而斗争为题 发表了重要演说 看美国总统川普态度强硬 表示中美贸易战绝不让步 德国总统施泰英迈尔特别到访 德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托马斯曼的别墅 不仅庆祝别墅重新开张 更针对中美贸易战发表重要演说 我们要保护 可能也不能再保护 可能也不能再保护 有第二个群 说让我们新伴们找到 跟中国可以更好 跟中国的国家保护 比跟美国的国家保护 还有那些人说 强调民主与和平得来不易 演讲不仅赢得全场观众 洗力鼓掌 更有民众现场落泪 且纷纷支持德国总统 施泰英迈尔的呼吁 期盼美国不要民主倒退 至于当今民主问题 施泰英迈尔则表示 问题并不存在德国 而是美国与各国之间 无法建立起良好的双边关系 东正新闻 彭蒂刘欣然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